宝贝们 今天我发现了一个超级好的山头 就在泡泡山的隔壁 蘑菇多到令人发指 而且没有人捡 全部都是我的 真是太赞了 开局就是一个大型的紫丁香蘑菇圈 来 我们让贝贝一个看 我们拔出来的那种 他们不敢吃这种 是吧 不很好啊 你看 我感觉这一篮直接装满了 不要了 这个也太烂了 不用 这个也太烂了 一多吧就开始挑递 那你这样说这个也烂了 这个要 这个看起来挺好的 对 就选它还比较紫的这种 就嫩嫩一点 嗯 那这些就越过了 这装太大了 是啊 我们拿这个吧 这个肯定也有点老了 我再看看 老吃的 嗯 老了就别要了 别再吃了 直接捡了半个包 半个包 呵呵 这个是新种哦 快来起名字吧 叫什么红菇好呢 一大片奶浆菌 那将军怎么做好吃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给泡泡献计献测啊 哇 烂了 这不要了 这个感觉烂了 啊 盖子还可以 不太行 这个不要了 不要了 这还不错 四个那么大 坏蛋了 一地的皮条菌 已经不要剪了 你看我发现了一个蛋 是真的蛋 咨询和做鸟类研究的高老师 说可能是猫头鹰的蛋 可它都已经长成真菌了 猫头鹰宝宝 应该早已经挂了 好可怜 连续条线了四母菌 可能有毒 不能吃哦 又发现紫钉香磨了 第一层 第二层 这边还有好多 来吧 让贝贝来捡 它不怕虫子 三姐妹 我摆一下看看 老了老了就行了 不要了不要了 宇宙红菇 超嫩的 好漂亮 这个种还没定出来 我还是先不吃了 这个珊瑚菌虽然是会发表的新种 但我已经吃过了 脆脆的 很好吃哦 确信就是一点草帽 而且是露菲的草帽 它适合露菲的草帽 这有一串紫色的蘑菇 这有一串紫色的蘑菇 好可爱 踩着两个大的吧 超纫色 超级结实 这个也是 哦 好家伙 好粗壮 哦 今天的第三种 丝莫菌了 不能吃 看一下这个小的 丝莫是白色的 哎 这是什么 超级漂亮呢 第四种 丝莫菌 这个最漂亮 哇 这紫色 哇 这个更小 丝莫完全还没有打开 我觉得这个 如果研究出来了 特点还是很明显的 小时候的磨很厚 还带着一圈 黄色的盒里 饼上也是 然后盖子人也是 我的超可爱 哎呀 可惜了 刚才有一点点的粉色 而且又是一个爱心 胖胖的爱心 好可爱 这是什么 感觉像 多孔雷 一花孔雷 哇 我蓝紫色的 感觉它是不是十八转的一种 身上被插了二十把大剑 是尺 明明的小尺 蓝紫色的小尺 这个能吃吗 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 在评论区告诉我 云南红菇辣散 这种蘑菇的味道 和红菇很像 有一个爱心 质地也很像 碰一下就很容易变得 碎渣渣的 识别它的关键点在于 它菌尬和菌饼上的红色 总是感觉脏细细 乱七八糟的 然后就是菌着 是延伸的 比较稀 这几点掌握好了 就不难识别 其实红菇辣散 是个复合群 目前一共包含五个物种 外观几乎都一样 它们之间要通过海拔 共生树种 以及显微来区分 我这个是分子和显微定种的 大家平时没必要分那么细 因为这个复合群里的物种 都是可以吃的 好吃 好酱啊 真的 我的天 是不是完美的收入 这一串也太好了吧 都是特别嫩的 我非常好难 我肯定是可见的 你这么说 才是可见的 都不能再烹弄 我肯定是可见的 你们赶紧不错 我肯定是可见的 我有两个摇 Memphis 等于忘了 我肯定是个手 并不错 我肯定是如何 我肯定是可见的 我肯定才重生 我肯定是请了 我觉得每天 都不是错 我肯定是可见的 我肯定是可见的 我肯定有一个 我肯定是可见的 真的依然装满哎 太讚了 有个十斤有没有 差不多的 有十斤 下午两点出来的 现在是五点出 走了回家了 下次见拜拜